重头戏又来了 条件不过满足或转请安华任相消息 木或为乌衣两副首相职 重头戏又来了 正滚发统都可以飞上之头变凤凰 副首相人选曝光 为了能保政权 看来这次丁丁真的豁出去了 内阁改组原来这一切 只是乌统放出去 声东击西丰盛 内幕爆料 乌统的副首相职不是扎西 而是他丁丁的后门内阁 已有七十条正滚 为了保住政权 将会有更多乌统领袖在走后门 就在储团党主席穆尤丁 日前要求乌统白纸黑字 列明继续合作的新条件之际 如今却传出穆尤丁 即将在明天改组内阁的消息 若就如乌统最高理事达组丁 在本月十六日所讲的 乌统身为国盟政府里的老大 理应至少获得副首相一职所言属实 那么一般相信 这个副首相人选 必定是乌统主席阿诺扎西 然而 穆尤丁在今年三月出租内阁成员时 他曾承诺过 不会委任又贪腐案缠身的国会议员入阁 因此相信穆尤丁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 网络又流传出一份功课阿诺扎西 即将受委副首相的海报 导致谣言分传 但很快的乌统霹雳 科研拿多驱步就马上做出否认 以上述海报是假的 更并直斥此举 是为了破坏阿诺扎西的声誉 这是乌统政敌发起的新礼战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乌统科研拿多驱步 并没有发布这样的海报 随着各种传言以不攻自破 这也足以证明 副首相人选不再是阿诺扎西 然而 根据报道媒体报道 尽管前锋报今天大大报道指 慕尤丁即将最快在明天就宣布内阁改阻 据之 此举是为了保住从后门夺回来的证券 但媒体根据一名不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 其实所谓的明天慕尤丁就会进行改阻内阁的消息 只不过是乌统放出来声东击西的消息 实际上 慕尤丁不会在明天宣布内阁改阻 尽管如此 消息人士透露 就算慕尤丁最终妥协于乌统进行改阻内阁 他所委任的副首相 就是如今的高级国防部部长伊斯曼沙比里 不仅如此 消息人士还爆料指出 为了能够一举平息国盟内部的分裂 慕尤丁或会委任两位副首相 及乌统第一和一党 为第二副首相 根据报道 国民和谐阵营将在明天召开会议 以讨论 并解决目前的政治分歧 根据前锋报早前的报道 副首相这个位子 原本属于阿莫扎西 但根据最新消息却透露 沙比利或会被扎西钦点出任乌统副首相 根据消息人士 慕尤丁最快会在近期内阁的行为 是作为吸引乌统不撤回对国盟政府支持的最后报价 根据报道 到时相信会有更多的乌统国会议员 入格掌握内阁要职 与此同时 乌统党内的数位重量级领袖 或会是委上议员 此举是为了这次内阁改阻中书任部长所扑的路 据之 这些或会受委为上议员的乌统领袖 分别是乌统属理主席莫哈山 副主席拿都斯里卡利诺丁 和乌卿团长阿斯拉夫等等 消息人士说 这才是乌统想要的 所以 慕尤丁必须遵循乌统的这项最新合作条件 作为确保乌统不会撤回对国盟政府支持的最后报价 此外 也有媒体报道 乌统政治局在日前之所以会决议 考虑撤回对国盟的支持 并向国盟政府开出新的条件 那是因为一席部长职分配对乌统不利 是国盟政府中的芥蒂 不仅如此 消息人士还放话 如果慕尤丁无法满足到乌统的多项利益条件的话 那么 乌统的最后一步棋子 那就是转向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任相 他说 尽管乌统身为国盟内的最大党 但当初在一起组国盟政府时 慕尤丁没有给予乌统平等的贡献 也从未认可过乌统 所以 乌统已经获得一个副首相的职位 或其他那个高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黄匙 继续